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看到的是2006年的时候 美国有一个杂志 这个杂志的名称大家在上面能够看得到 是美国历史评论 这个美国历史评论它其实主要的是一个书评类的杂志 但是它在这里边也会发表一些方法论上 理论上有意义的这样的重头的文章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篇呢 叫做Beyond World 实际上呢它就是说除了文献的记载以外 我们是不是还能够找到其他的一些历史资料 增进我们对于历史的了解 那么在这篇文章里边呢 它有一段话就说到了所谓的Material Culture Material Culture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种物质文化 它说到这个物质文化 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 它所特有的意义 我们现在是说中国历史 但是这篇文章它并不是说讲中国历史的 就是对于我们理解这个古代的历史 或者说中世纪的历史 它所具有的这种特别的意义 实际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2000年以来 这个像美国很多主要的大学里边 欧洲很多主要的大学里边 都开设了有关物质文化的课程 而且像我那个去年在德国 德国的汉学界 现在实际上研究汉学的 研究中国古代学问的 基本上就是集中在两个领域 一个是物质史 一个是思想史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物质文化 物质史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历史 它所具有的特别的意义 这个大运河呢 是在隋阳帝的时候开凿的 当然这个过度的意识民力 这是隋朝后来灭亡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呢很多 包括过去的一些思想家了 诗人了 在说到这个隋代的灭亡的时候 都表示出来一种惋惜之情吧 就是觉得那个时候 动了这么大的工程 结果呢导致了隋代呢如此之短命 但是隋朝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呢 给后来的唐代奠定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基础 成为这个唐代 巩固它这个大一统局面的一个 很重要的前提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隋代的那个图 我们把它那个隋代的部分呢 切下来 那这个大运河呢 它其实是以洛阳为中心 以洛阳周围的一个地方 叫做坂主的 以这个地方为中心 修起来的大运河 而那个时候的运河呢 其实是成一种辐射状的 是成辐射状的 洛阳这个地方呢 也是隋阳帝的时候 他在位的时候 所特别经营的地区 为什么他会这么经营洛阳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古代 凡是当这个国都定在关中的时候 定在关中就是现在我们说 比方说咸阳啊 西安啊 这一带 陕西定在关中的时候 他一定会在洛阳 形成一个陪都 或者说一个副都 这样的一个局面 我们可以想象西州的时候 西州的首都 它的统治重心在什么地方呢 当时说是丰蒿 对不对 丰蒿呢 其实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那一带 而东州呢 其实就是洛阳 当时这个西州的首都 在丰蒿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州公 他就经营洛邑 对不对 就是经营洛阳 到了西汉的时候 西汉的首都 是在长安 对吧 就是现在西安 而东汉的首都呢 就是在洛阳 我们说到这个隋代的时候 那么隋代的首都 它是在大兴城 其实呢 就是后来的长安这一带了 那么现在呢 洛阳又成为它一个 事实上的东都 东边的一个首都 这种情况 到了唐代 仍然是这样 我们知道武则天的时候 是长期住在洛阳的 那以前的解释呢 都是说 因为他把人家王皇后 萧淑妃 都给害得那么惨 对不对 他在那个长安的那个宫里边 他就没法住 那个一到晚上的 就是闹神闹鬼的 实际上呢 并不是这么简单 那并不是这么简单 当时呢 这个唐高宗和武则天 长期住在洛阳 后来就有人说 实际上呢 他们住在洛阳的墓地 是在那个地方 就粮 就粮 就是说 关中那个地方 粮食的供应 不那么容易 关河悬远 对不对 隔着很多 这个高山 聚川 是吧 运到关中去 粮食 不那么容易 相对的来说呢 洛阳 它是在东边 一个是说 我们那个 整个的这个国土 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其实呢 大量的是在东边 另外呢 就是 那个时候 我们说到 这个后来的大运河 对于洛阳这一带的供应呢 其实也相对来说呢 会比较方便 所以这个洛阳的位置呢 应该说 在这个国家统一的这个布局上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上面的这两个红点呢 左边的这个是长安 右边的这个是洛阳 大体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相对的位置 这个就是当年的这个运河 这个几段 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 我想大家中学的时候 其实都学过了 我们在这呢 就不去逐意的重复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大运河呢 它把中国的几大水系 五个大的流域 从北边桑干水 海河流域 下来到黄河流域 再下来到淮水 再下来到长江 再下面呢 到浙江 把这五个流域呢 联系成为一体 那么中国古代 其实一直是有 凿这个运河的努力 因为我们中国 大家知道 这个河流啊 大部分都是东西向的 都是东西向的 所以呢 要贯通南北向的水道 就成为一个努力的目标 这个在先秦的时候 就曾经有修这个运河 那就曾经修运河 那么到了隋阳地的时候 这个运河呢 才真正的贯通了 才真正的贯通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东都洛阳 这边呢 是板主 这个运河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一方面呢 是向南延展的 对吧 向东南 另一方面呢 另一条是向东北方向延展的 那么这两条呢 有点像个人字状的 那是个人字状的 有点像一个辐射的 这样的一个 大运河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开通啊 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其实对于这个国家的统一 对于当时的政治的安定 其实呢 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这个意义之一呢 在于中国古代 我们知道 在这个汉唐 就是在汉代 秦汉的时期 那个时候的这个大帝国 国家的政治重心是在北方 而那个时候呢 国家经济最发达的地带 农业最发达的地带 也在北方 也在北方 就是现在我们在这看到的 这个红色的圆圈里边呢 表示的是政治的重心 而这个蓝色的圆圈呢 表示这是秦汉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一个经济的 发达的地带 但是到了唐代中期以后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呢 中国的古代的经济重心 就开始越来越转移到南方去了 也就是说 国家的最发达的地带 经济上最发达的 特别是农业最发达的地带 手工业最发达的地带 就到了南方 到了南方 而这种格局呢 一直到现在 没有再重新扭转回来 所以这样呢 国家的政治重心还是在北边 可是经济的最发达的地区呢 已经是南方了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沟通这个经济发达地区 对于国家的政治中心的支持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呢 全汉生先生会写了一篇文章 其实是一篇很长的文章 后来就变成一个单行本 叫做这个 唐宋帝国与运河 这个书里边呢 实际上就说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运河的重要意义 在当时呢 关系到唐和北宋政府 他的这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所以这个唐代的时候 听说这个运河的粮食运来了 当时那个唐德宗 跑到他太子的东宫里边 跟太子呢 抱在一起 这个非常的庆幸 就是觉得这个 我父子的命 现在能有了 能有了 所以这个关系到 当时的这个国家政权的兴衰的 这个张芳平呢 是个北宋的人 那么他也曾经说 北宋的时候 变河 变河就是通缉区这一段了 是国家的建国之本 实际上呢 就是国家源源不断的 这样的一些物资 都是从这个地区呢 运送过来的 这个运河呢 在政治上 它起到一个沟通南北的作用 我们中国传统上 长江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是两个大的区域了 那么以前呢 也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战争 东西之间打的 不是没有 你像秦打六国 对吧 那就是东西之间打的 但是呢 大多数战争是南北之间的 是南北之间的 这个呢 其实有一个原因 我们从这个中国古代的地形图上 就能够看得到 因为当时的山脉啊 河流啊 基本上都是东西走向的 所以呢 对于南北的阻隔 相对来说比较严重 那对于南北的阻隔比较严重 因此呢 南北之间的沟通 在那个时候 就是对于国家的政治稳定来说 会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这边的这个图 左边的这个图 是我们刚才看见的 这个运河的路线图 右边的这个 是元代以后的 元代明代的运河的路线图 这个元代明代的运河的路线 基本上就是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国家有所谓的南水北调的计划 对吧 南水北调呢 它是有东线中线西线的 南水北调的东线 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元明以来的 这个金航运河的走势 那么这两条运河 这个两个走势 有什么不一样呢 最大的不同 就是原来的隋唐运河 原来的隋唐运河 我们说它是一个人字形的 对不对 它是一个人字形的 后来的元明以后的这个运河 相对的来说 它取直了 是不是取直了 为什么后来会取直了呢 这个其实就让我们看到 这个政治因素的作用 为什么是一种政治因素的作用呢 因为它原来之所以 这个要成一种人字形 之所以要成一种人字形 是因为它的统治重心在关中 所以关中呢 作为一种力量 拉动着这个运河的路线 要往西偏 要往西偏 因为当时所有的供应的目标 首先是朝向关中的 而到了元代以后 没有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因为元代已经定都在北京了 大都 所以那个时候 南方的粮食 南方的财富 要运到北方 就不必如此的迂回 而可以一直上来了 可以一直上来了 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造成了这个运河的走势 那运河的这个路线 我们看到有了明显的不同 所以这个运河的问题呢 它一直是跟国家的政治联系在一起的 这里是一个中国古代的都城的移动的示意图 我们知道早年 夏商周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国都在什么地方呢 基本上是在山西河南 黄河流域 那山西河南 这一带这个左右移动 或者说东西 东西向的移动 那么一直到我们现在说的隋唐时期 其实还是这样的一种态势 基本上是在黄河流域的范围里边 东西移动 而到了宋的时候 宋的首都呢 就迁到了东边 迁到了东边 迁到了开封 那么那个时候 的国都迁到开封以后 再也没有回到关中去 他再也没有回到关中去 那么这个呢 我们看到这是开封 原来的运河的走势 原来的运河走势 是这种人字形的 而到后来的这个 元代的时候的大都 明清时候的北京 实际上呢 都和这个运河的路线 是互相迁动 互相影响的 那是互相迁动 互相影响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国都的位置 和这个国都 他所得到的供应 来源的这样的一个 交通的主干脉 这个彼此之间 关系呢 是非常密切的 这两张图 都是清明上河图 对不对 这两个图有什么区别呢 明显的不一样 但是都是清明上河图 这个上边的这个呢 是张泽端画的清明上河图 这个清明上河图呢 是存在我们现在 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里边的 下边的这个 是清代的愿本 这个清明上河图 这个愿本呢 是后来的人画的 但是呢 他也是以这个当时的辩合 作为他的绘画的对象 以前呢 我看到有的那个中学课本上 选的就是这个 原本的清明上河图 其实这个不是宋代人画的 他的这个图呢 跟上边那个比较一下 其实都是画的红桥的那一段 比较一下呢 其实能看得很清楚 下边的这个图呢 他这个桥上两边 都搭起来了一些棚子 有这个固定的摊位在那 而上边的这个呢 虽然也是熙熙攘攘的 这个人来人往 但是呢 他没有什么固定的摊位 这个上面这个呢 应该是更接近于 当年的这个 红桥的状况的 那当然在桥上边摆摊 在桥上头设置 这个固定的摊位 这个情况也很 也很不常见了 所以后来人才会这么画 另外我们现在如果去看 比如说 这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他那个有一个桥叫做老桥 那个老桥上都是店铺 都是店铺 所以这个过去的很多选择 其实是很接近的 那么从这两个图上呢 实际上我们都能够看得到 当时的这个运河的沿线 是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 是很繁荣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地带 而且呢 中国古代的最早的一批商业都市 其实往往都是发展在运河的周围 或者是运河和这个自然水道的周围 你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扬州了 像开封了 像杭州了 这样的一些早期发展起来的商业都市 其实呢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地带上 那这个图呢 我们看到的也是这样 就是说丝绸之路 其实我们说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 它是在内地的地方 内陆像这个西域啊 像中亚啊西亚啊延伸 但是丝绸之路 它的这个物品的供应 是从哪里来的呢 实际上物品的供应 它来自于东部的这样的一个广大的地区 它是靠东部的天然水道和东部的这个运河 把这样的一些东西呢运到洛阳运到长安 才踏上了丝绸之路 才踏上了丝绸之路 所以呢把中国的内地和一些对外的贸易 联系起来的这个大运河呢 也是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这本书呢是金平梅 金平梅我们都知道 他故事里边 他说他是讲宋代的 对不对 又是西门庆啊 又是什么潘金莲啊 什么这些 那金平梅这个书呢 他写的是什么地方呢 是山东的林青 对吧 他写的是山东的林青 实际上呢 林青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那么繁盛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在运河边上 所以那个小说里边也说到 很多这个商人对吧 码头又怎么样 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他虽然说是写的宋代的事情 其实呢 不是宋代的事情 因为宋代的时候运河根本不过林青 什么时候运河才过林青呢 是那个运河的路线取直了以后 走山东了 那么那个时候运河呢 才过林青 才过林青 所以呢 他尽管他说他讲的是宋代的事情 实际上他描写的只会是原代以后的林青 那实际上我们大家也知道 他其实是这个明代中叶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运河呢 他对于当地的这种精神风貌 对于这种文化的面貌 其实呢 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 今天呢 运河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交通的通道了 还我们现在会说到还运河经济带 而且运河呢 也在申请这个联合国的物质文化遗产 这个运河的很多地段呢 一直到现在也还是有水上运输的 包括我们说南水北调 实际上呢还是要走运河的这个路线 那么这个图 看得出来是什么吗 看得出来那图上是什么吗 船 这个 这个我们其实看惯了那个三环路上塞车 这个呢是运河塞船 这是2004年的时候 大概是春节前后 那么那个运河呢 那个堵了很多天 那堵了很多天 那么后来呢 经过一周多的时间呢 才陆续陆续的这个疏散开 那么这个运河呢 不光是有这一类的问题 比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它会塞船 对吧 这个运输不畅 另外呢 它还带来了很多其他方面的这个影响 然后还带来很多其他方面的影响 那么这些影响呢 也让我们注意到就是恩格斯所说的 实际上呢 以往呢 我们可能过分的强调 这个人定胜天的那一面 其实呢 自然界对于人类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报复呢 也是很多时候呢 都能够看得到的 而且呢 对于这个 当这个运河的兴修 它对于环境的影响 实际上呢 也不仅仅是有正面的 有很明显的负面的影响 那么这些呢 都是在我们讨论环境的问题的时候 所值得注意的 这个 底下呢 下边我们来讲这个 随唐的制度的问题 这个唐代呢 历来都有一种说法 比方我们去看那个两唐书上 都会是说唐成随制 这个就像我们在讨论汉代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说是汉成秦制 是一样 说到这个唐成随制 那么这个制度呢 其实在各个朝代之间 都是会有一些传承 也会有一些创新 所以呢 我们先讲这个历史上的问题 一方面呢 我们就是要看到延续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是要看到变更 是吧 那这个从随到唐 制度的延续和变更 涉及到很多很多方面 我们现在呢 就以法律制度 作为一个例子 我们呢 来看一看这个唐代的法典体系 从随代到唐代的前期呢 应该说它不是一个制度 大规模的变化的时期 就是不是说要重新设计一个蓝图 把以前的都统统推倒了 重新再来 其实不是这样 而是一个整合的时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呢 是使一些行政的秩序啊 越来越合理化 甚至于越来越简化 越来越有效益 这样的一个时期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期呢 其实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 是南北朝的一个历史的出口 就是南北朝的时候的一些制度的创造 一些制度的这个出新 到了这个时候呢 有了一个整合 把它整合到一个新的体质之中 唐代的法典体系呢 其实是从随代的法典体系的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 随代呢 随文帝 它有一个年号叫做开黄 所以那个时候呢 有一套法典体系呢 叫做开黄率 那么唐代的唐绿 其实呢 是在开黄率的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 那么唐绿呢 通常我们是泛泛的 指唐代的一套法典体系 也就是说呢 其中包括的不仅仅是绿 不仅仅是绿 唐代的法典体系呢 通常我们会说是 绿 令 格 式 这是四个方面的 不同的法律形式 这是四个方面不同的法律形式 那什么叫做绿令格式呢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令 我们首先要看的是令 令呢 在这个唐六典里边说 令以设犯立志 其实就是说这个令啊 它是建立一个正面的规范 一个正面的制度的 令是什么 它是正面的 它是一种引导 它是一种规范 是一种制度 那么 这个是呢 其实也是和令 有类似的地方 是也是建立起来的 一些细则 实施的规章 实施的细则 这个呢叫做是 这个叫做是 那么如果这些令 你不遵守 如果打破了这个令 违背了这个令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要用律来惩罚 予以惩罚 所以这个律呢 它是负面的 是惩罚负面行为的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 律呢 是用来正行定罪的 定什么罪呢 破坏了令 这样的一些罪过 是要靠律来惩罚的 那这里边 格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令呢 它定了以后 不可能非常经常的改 不可能改得很频繁 那么国家发布了 一套政令以后 如果这个政令发布了 在运行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问题 或者呢 有的地方 不适合需要了 需要局部的调整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怎么调整呢 国家就会发布一些兆斥 那么这些兆斥呢 我们有时候也会把它 称之为兆令 就是以皇帝的名义 发布一些文告 那么这些文告呢 就叫做兆斥 过一段时间以后 把这些兆斥整理一次 这个整理出来的这个文本 就是格 就是格 所以这个格是什么呢 这个格其实它是一些 标准 它是一些标准 它也是一些执行的方式 这个标准是为什么定出来的呢 是为了禁止那些 违背法令的行为 禁止那些违背规定的行为 为这个而定出来的 所以呢 叫做格以禁为正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律令格式呢 他们共同组成了一套 法典体系 他们是一套这个互补的 这种法典体系 那么以前呢 一直都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中国的古代的法典 只有刑法典 没有民法典 过去呢 有很多这个 我们看这个以前的 这样的一些书籍啊 以前的一些介绍上啊 经常会有这样的说法 实际上呢 这个张静帆先生 张静帆他是原来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 早就退了 呃 他就是做这个中国法治史的 那在他的这个中国古代法律制度里边呢 他有一个解释 他说其实中国古代啊 这个法律体系 是各个方面的法都有的 刑法 民法 诉讼法 这样的一些法呢 其实都有 所以呢 就他的构成来说 是一个多种法规构成的 这样的一套整体的法典体系 但是呢 因为中国古代 编写这个法典的时候 并不分开 不是说这一套是民法典 下一个是刑法典 而是在编这个法典体系的时候呢 都列在一起 所以呢 以往会有人觉得 这个是不分的 是民行不分 没有民法典 实际上呢 是有的 但是当时修转的时候 编这个法典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呢 都汇总在一起了 所以呢 造成了一种民法和刑法 不分这样的一种印象 那么 这个 底下呢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唐代的时候 这个律令格式 他们具体的 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针对性 这律刚才我们说了 是来惩罚犯罪行为的 那是用来惩罚犯罪行为的 现在呢 我们留下来的 还有一部唐律 还留下来一部唐律 这个唐律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分了不同的类的 那这个唐律里边呢 分了各类 那这个唐律书役 这一本书 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 中国古代留下来的 最早的法典 最早的一部律 那么 这个 这里边呢 我们从这个 四库全书的这个截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唐律书役这一本书 它的一个大致的结构 实际上唐律呢 是后来的人 唐以后的人 对他的一个说法 对他的一个说法 当年的这个律 是唐高宗的 永辉年间定出来的 所以呢 那个时候 其实它并不叫唐律 它是叫永辉律 它是叫永辉律 而这个永辉律呢 因为律啊 我们知道 它那个条文都非常简单 所以呢 有的时候 你这么简单的条文 你用来判案子的时候 这个就很难判断 这个条文里边 这个威严大义 到底说的是什么 包括现在 我们也还要有一种司法解释 对不对 在那个条文之外 还要有一种解释 所以呢 在当时 也有这个问题 于是呢 在这个律的条文之外 就有一种解释 这个解释 就是书 这个解释就是书 所以呢 最开始这个书呢 它应该是叫永辉律书 它是这样的一个律 基础上的一个解释 一个解释 那么他在解释的时候呢 他就说 他在解释的时候 他就说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于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 他会说书一约 书一约 也就是说 我解释的时候 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样到了后来 就开始有了这样的名字 叫做唐律书一 书一 它解释的意义是什么 那么这个书呢 一直传到现在 这个学者呢 也针对这部书呢 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 另呢 我们刚才讲过 是正面规定的一些规章制度 那么这些令呢 在唐代 这个令呢 有1500多条 但是这个唐令呢 因为后来不用了 不用了呢 它又就这么大的篇幅 后来又不用了 所以呢 就逐渐的就废罢了 废罢了 后来的人呢 也都找不着了 那也就找不到了 我们现在很多书 之所以能存在现在 那是陆续陆续的 前代呢 一直有人抄 有人用 那么后来呢 可能有了课本 就容易传下来 但是在唐代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其实根本没有课本 课本是宋代的时候 才出现的 所以呢 原来的这些唐令呢 到后来就不见了 不见了呢 日本学者 几代人 应该说有三代 日本学者 他们陆续的 从一些唐代的 其他的书里边 从唐代的 其他的历史记载里边 把那里边提到的唐令呢 都摘出来 然后呢 我们看到 按照当时的这个唐令的区别 给他一个复原 重新再编起来 到现在复原了的唐令 大概有七百多条 有七百多条 就是原来应该是有 一千五百多条 差不多恢复了一半 那么最近这些年呢 上海师大有一个 做法治史的戴建国老师 他在这个天一阁 我们知道宁波有一个藏书的 地方叫做天一阁 他在这个天一阁呢 发现了一部书啊 这个目录上面呢 写的是明代的官品令 那么他当时呢 就觉得很好奇吧 因为从来没有见过 这个明代的这个官品令 于是呢 就把这个书呢 调出来看一看 调出来看看呢 发现这个书 不是明代的官品令 是什么呢 是宋代 宋代我们知道 有一个年号叫做天圣 天圣呢 是宋仁宋仁宋仁 大家有的可能知道 过去有一个戏 叫狸猫焕太子 听说过吗 那个 这个他父亲 没有 其实就只有他一个儿子 那么 他呢 不是那个皇后生的 皇后呢 就污蔑他的那个亲生母亲 说是生了一个怪物 其实呢 那皇后呢 把这个孩子呢 抱到他那去了 所以这个皇帝呢 一直不知道 他的母亲是谁 他以为是这个皇后生的 那么这个故事呢 就是所谓的 林茂焕太子 这个 后来这个皇后呢 在老皇帝去世了以后 就成了太后了 成了太后了呢 当时这个小皇帝呢 还很小 才只有十二三岁 所以呢 是这个太后当朝 太后当朝呢 呃 就叫林朝称治了 就像慈禧太后似的 垂帘 垂帘听政 那么那个时候的年号 年号呢 我们知道 呃 明清的时候 年号其实基本上就不变了 一个皇帝 只有一个年号 所以我们可以说 康熙大帝 对不对 他的年号就是康熙 他不变 可是在宋代就不可能 因为他那年号老是变的 那变得最厉害的呢 其实还是更早的 比方说唐代 武则天 一年里边 他可能就变成三个四个年号 那这个天圣呢 就是宋仁宗的一个年号 这个年号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说有两个圣人 天是什么 是二人 这个宫里边 不只是一个圣 而是有两个圣 有两个圣 所以呢 这个天圣年间的一套令 就是当时本来以为是明代官品令的 其实是他把那个名字写错了 写错了 实际上这明官品令不是明代的 而是天圣时候的令 而这个天圣时候的令呢 有意思的是 他应该是一套宋令吧 宋代的令 对不对 但是呢 宋代的人 修令的时候 他会把前代的令 都附在那上面 就是我本朝的令是这个 前代的令是这样做的 所以他把那个令都附在那 因此呢 有大量的唐令 有大量的唐令 所以这个天圣令呢 现在引起了国际学术界 非常强烈的注意 那非常强的注意 那我们看到这个天圣令呢 他也集中起来 那么出了这个教刊的本 而且呢 现在台湾学者 日本学者 大陆的学者 都在集体读这个天圣令 特别是读里边的唐令 读里边的唐令 所以这个唐令的复原呢 其实还是一个不断在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底下呢 我们就来说这个格 格呢 那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讲到过 它是一套标准 那它是一套标准 它是为了纠正那些 做的不对的地方 那这个 而出台的一些新的规定 这个 格呢 就它的这个搬行方式来说 有两类情况 因为它是一些规定 对吧 它是一些这个标准 我们说到这个格式标准 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们还是这样用 对不对 我们比方说 合格 合格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合于一种标准 对不对 你合格不合格 那就是合不合这个标准 另外比方 我们刚才说到律令格式 格式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也用这个词 对不对 格式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可能是说一些 比较具体的规定 对吧 比方说每一行 要前头那个每一段要另起 前头那两个字不能写 对吧 这可能就是一种格式 但是在早期 其实这个格式呢 也是一种法规的意思 也是一种规定的意思 对吧 就是我们说到的 律令格式里边的格式 那么 就它的搬行方式来说 这个格呢 有两种类型 一种呢 叫留丝格 什么叫留丝格呢 对你这个部门有用 对别的部门没什么用 那么这个格呢 就留在你这个部门里边 参照执行 所以这个刘丝格呢 其实它是一种 一丝调官 针对某一个部门的 调官是什么 调官就是法度 就是规矩 就是成调的那种 有条款可循的 这样的一种法度规矩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刘丝格 他不是针对所有的部门的 他就是针对你这一个部门的 你就留在这儿 参照执行 另外一种呢 叫散搬格 我们现在看那个图上 这个是敦煌文书里边的 其实呢 它就是叫散搬刑部格 它是跟这个刑法的掌握有关系的 那这个刑法的掌握呢 需要各地都知道 因为地方官都是判案子嘛 所以呢 这个叫散搬 搬不到各处去 散不到各处去 这个呢 就叫散搬格 这个散搬格呢 还有一种名称 特别是到了宋代以后 会把它称之为海行调冠 以前呢 我们研究生考试就考过这个名词解释 什么叫海行调冠 那那学生都不知道 以为是大海航行 跟这有什么关系 其实海行是什么呢 就是到处都能通行 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通行的 这个呢 叫做海行的调冠 调冠呢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一些条款 就是一些规矩 那么从这个内容来说呢 这个格 其实呢 它有一些是分类的 你比如说像常定格 你就看不出来 它是写什么的 它就是说 它这是一个经常要用的 要写了 有了这个格以后呢 就要固定下来的一套标准 那么在这一套标准里呢 其实它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 所以这样的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常定格 它是内部还会有在分类 就是这个常定格里边呢 分不同的类型 另外的一种 就是专门的调格 比方说寻资格 寻资格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资大家知道 就是资历了 那就是资历了 寻资历的一种格 其实它就是说 根据你的资历 给你决定 比方说你是能升官啊 还是说你的工资能够提升啊 决定你的人事方面的待遇 这样的一个标准 这样的一套规矩 但是从这个寻资格出现了以后 这个就是唐代出现的 寻资格出现了以后呢 慢慢的资格成了一个词 在这个之前 其实没有资格这个词 后来呢 是因为有了寻资这样的一个格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 反而后面的两个形成了一个词 现在呢 我们经常会说 这个人他有什么资格 有什么资格 实际上呢 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寻资格 格是指的一种法律 文本的这个形式 而这个最后呢 就是这个诗 诗呢 其实它是一些章程的细则 我们在这看到的是 敦煌出土的水部诗 这个水部诗呢 我以前在那个 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里边看到过 这个因为当年是那个薄熙和把这个带到巴黎去了 那么这个水部诗呢 很长 很长的一段 这个里边呢 其实它有非常仔细的规定 我们说它是细则 细则细到什么程度呢 它会细到说 不光是说它这个水部有什么样的结构 有什么样的人员 它会细到说 哪一条渠 比如关中我们知道有正白渠 对不对 这一条渠上什么地方要设斗门 你这个斗门 斗门其实就是一种闸了 对不对 你这个闸是多长多宽 什么时候开闸 这个开闸之后呢 我们知道这一条渠 其实它都有不同的枝渠了 这个枝渠怎么分水 你这个几分之几的水往东流 几分之几的水往西流 这些都在这个水部室里边有明确的规定 所以呢 它是一个实时细则 而且是一个非常细的规定 是一个非常细的规定 那么其他的各个部分呢 其实各个部门都会有类似的规定 因为我们在敦煌只发现了这个水部室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最清楚的是这个水部室里边的这个细则 通常我们说到这个西方的法典体系的时候 我们会说到这个成文法 判立法 是吧 呃 一般的来讲呢 我们会说这个 比如说欧洲大陆和英美之间 其实呢 就是有不同的这个法典体系的 那有不同的法典体系 那么 我们中国古代在帝国时期的法典体系 应该说是成文法和判立法 这个混合起来的一种混合法 也就是说呢 它是这个成文法和判立法的这样的一种统一 什么叫成文法 就是有条款可循的 有条款可循的 那个条款的规定都非常明细 非常清楚的 像我们刚才说到 隋唐的法典体系 是一种律令格式的法典体系 这个实际上呢 就是一种成文法 就是一种成文法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 它还和判立法有所混合呢 这个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时候 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知道那些法典体系 其实呢 它都是要不断的严密化 就最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法典都是比较疏漏的 是吧 有一些事情呢 来不及反映进去 或者说那个新出现 那些新事物 那么过去呢 没有这个机会 对这些新事物呢 做出一个反应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在这种情况底下 就是我们在这看到的 如果这个律文里边 没有这个条款 就是过去的这个情绿啊 过去的这个法典里边 没有这个条款 那么怎么办呢 就要求故事之笔 什么叫故事呢 我们平常会说故事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说故事 故事是什么呢 故事其实就是以前发生过的事 但是它又不是以前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是以前发生过 而现在呢 能够用来作为我们效法的楷模的 这样的一些事 那么这些效法的楷模呢 其实就是说 我们把它作为一种仿效的 能够仿效的规则 能够仿效的这样的一些规范 这个就叫做故事 这就叫做故事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 经常有这种情况 朝廷上为了什么事情争起来了 争起来了 最后怎么样能够平息这个争论呢 是某某人他说 过去有一件事 那个时候在某一个 比如说高皇帝那个时候 那件事情是怎么做的 提出来一个故事 可供仿效 那么这样呢 这个争论才算是尘埃落定 那么包括判案的时候 也会有这种情形 那也会有这种情形 就是援引一些故事 那么这种故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它就是那种海洋法系里边 或者说英美法系里边的那种判例 那就是这种判例 这个唐代法典的原则呢 是理法并用 理和法 本来呢 这个理和法从先秦以来 好像是两端 这个理 儒家呢 是讲理的 而法家呢 是讲法的 似乎呢 这两个方面呢 是不相容的 但是实际上呢 唐代是一个理法并用的时期 而且体现在它的法典体系里 也是理法并用的 明确一点说呢 我们可以说 这一套法典体系 从它的价值层面来说 它是贯彻着理的原则 理的原则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一种秩序的原则 就是一种秩序的原则 而这个秩序是什么秩序呢 是当时人认为最理想的秩序 当时的人认为最理想的秩序 那么这种原则 就是理的原则 而在他的这个真正要判案子了 真正要断刑了 说真的要判案了 这个操作的层面上 其实是要根据法条的 是要根据法条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理法并用 理和法 它发生作用的 这样的一个层面 不完全一样 那不完全一样 那在这个 黑教通先生的这个 差序格局里边呢 其实就说到这个秩序的问题 特别是说到这个人伦秩序的问题 特别说到这个人伦秩序的问题 那么他说的这个差序格局 这个差序 其实呢 就是建立在一种 差次基础上的 这样的一种秩序 那他说这个 儒家最考究的就是人伦 那么人伦是什么呢 他说就是从自己 以自己为中心 从自己推出去的 这样一层一层的 那么这一层一层的呢 其实就是一种 由亲到书吧 亲书关系不同的 这样的一波一波的差序 那这样一波一波的差序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他所说的差序格局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 离所反映的社会秩序 离所反映的社会秩序 那么这种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秩序 其实呢 就是一种尊和卑之间的差序 是一种亲和书上和下 这个彼此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这个差序 那么这种差序呢 确实是我们看到这个儒家呢 长期以来非常注重这种差序 那像这个大家都熟悉的 这个孔夫子他曾经说过 君君臣臣富富子子 对吧 这个齐靖宫问他说 怎么能把这国家治理好呢 那他就说君君臣臣富富子子 包括到了宋代的时候 二成兄弟 有人问他们说 那个时候不是有道学吗 什么叫道啊 那这个二成兄弟也跟他说 你就是要到君臣富子上去找 那么这个君臣富子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君君臣臣富富子子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就是一种秩序格局 你做君的要像个君的样子 做臣的要像个臣的样子 对吧 做父亲的 做儿子的 都各自有你在这个秩序格局里边的一个位置 你不能违背这个位置 给你规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层次 和这个活动的范围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种秩序的格局 或者说是一种差序的格局 那么儒家的思想呢 他是以这个人伦秩序 作为他的出发点的 作为他的核心的 所以他既然是强调有差序 就是尊卑是不一样的 亲书是不一样的 贵贱是不一样的 上下是不一样的 他强调这个差序 强调这种区别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这个儒家他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秩序体系 是一种差别性的人伦规范 他的这个规范是建立在差别上面的 是建立在差别上的 但是法家不一样 法家呢 原则上 他们是主张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说原则上 就是说现实里边 也不一定真正能够做到 但是至少 他从他的一种 我们把它推向极端吧 他从他纯粹的意义上来讲 他是强调王子犯法 也与庶民同罪 对不对 法律面前 人人都是平等的 所以他是不承认差序的 那么在儒家看来呢 同罪是可以译罚的 就是一样的罪过 一样的罪过 是可以不一样的处罚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你的身份不一样 你的这个所在的人伦的位置不一样 你比如说唐代的这个法律里边 就规定了 有所谓的八义 八义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犯了法 但是你的身份 在这八类人的范畴之内 你或者是跟这个皇族有亲 有故 或者你过去呢 有什么明显的 这个立过什么功 是以前的元老 那么或者是 你是属于这个贵族的 你有什么特别的贡献 或者你是外来的 就是有一些特别的身份 那么这些身份呢 在儒家的法典里是予以承认的 它是建立在一种差序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呢 同样犯了罪 你凡是在这个身份范畴里边的人 你的这个罪过 所得来的这个惩罚 可以另外讨论 可以另外讨论 那么既然有八类人 可以另外讨论 因此呢 在当时被称之为八义 被称之为八义 那么这种同罪义法的规定 其实呢 它就是儒家思想 在法律制度里边的体现 在法律制度里边的体现 而这样的一种原则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 是一种以礼入法的原则 就是本来呢 法典体系应该说是法家所注重的 而在唐代 其实我想也不仅仅是限于唐代 这个以礼入法本身就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那么在这个历史过程里边呢 逐渐确立了礼这样的一种原则 也就是说呢 逐渐确立了儒家所推崇的一种秩序格局的原则 那么这样的一种原则呢 后来不光是被我们国内的宋代 袁明清以后的各代所继承 而且呢 对于当时的东亚 像日本了 像朝鲜了 这样的一些国家 都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所以现在呢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学者 在说到唐代这个时期的时候 会把唐代称之为律令国家 把这个唐代称之为律令国家 就是因为这一个时期呢 唐代的律令在社会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他们这套律令体系里边 所贯穿的这样一种这个儒家的差距格局的原则 不仅仅是影响到了后来的各代 也影响到了东亚地区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呢 就是这些 好 下边 感谢观看